我家鸽子太能收了 这灰尘又下蛋了 怎么这么浓下呀 真是的 不要只咸的 看一下 看两颗鸟蛋了 前天下一颗 今天下一颗 这白鸽子好像没下 具体是哪只下的 我也不清楚 反正是两颗鸟蛋了 把你这个鸟蛋拿去煮了给你吃 好不好 太浓生了 比牡丹还浓生 牡丹 连窝都没有它那么快 上一窝的鸟蛋它没孵出来 接着好像 还没有一个星期又下了两颗 连窝的频率比牡丹还要快 但是牡丹下的蛋比它们下的多 牡丹一下就是五六颗 它们一下就是两颗 反正也孵不出来 拿回去煮了给你吃 看煮熟了 要不要 第一次吃鸽子蛋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尝一下看看 好嫩啊 这个蛋白 比鸡蛋的蛋白还要嫩 它不脱壳呢 看这个鸽子蛋像果冻一样 大家有没有吃过鸽子蛋 我这是第一次吃 尝一下 还有一个 这个给灰饭吃了 这个蛋白很滑 蛋黄跟鸡蛋黄差不多 但是这个蛋白很滑很滑 很嫩 很好吃 为什么快递这个蛋黄容易散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水分比鸡蛋的水分多 所以它的蛋白很嫩 快递的时候就容易散滑 像果冻一样 晶莹剔透的 灰尘回去敷起来了 都没蛋了还敷什么 来 给你吃 自铲自销吧 别浪费了 好不好吃 别浪费了赶紧吃 反正孵不出小鸟的 吃的是白蛋 吃了它 吃了再下 再下了再吃 吃了再下 这家伙捉我 来放这上面给你吧 别浪费了 来 吃蛋黄